老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我想救活它 已经十年了 十年了 你现在给我看这个照片 你要是真想救它 臭宝 你就给它整个的拿出来 洗根换土吧 不过我给出的建议是明年春天再折腾 你们那还是有点冷的 现在别折腾 我看了一下有的叶子都冻黄了 等到明年春天你再折腾它吧 现在呢冬天先狗眼残喘子 就先按照你以前正常的节奏 明年春天呢把它整个的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把根稍微梳理一下 把那些个土团全部去掉 然后呢重新用点存沙子或者存颗粒类的 你也可以用老花一通用配方土种上 种上以后放到一个稍微阴凉的地方 能有点散射光 中午别晒到其他不怕晒 第二年春天再看 明白了吗 用点杀菌药和生根液 老花一有很多这种旧旧制的视频 你可以翻一个做参照 下个周宝说怎么抢救 冻了冻了就冻了 你就放到屋里边正常让它温暖就行了 这种很不好的叶片你可以给它剪掉 剪掉以后让它长新的 我们那个柜位族也是年年冻 年年冻了年年长 这个没办法 好吧 现在只要温度合适它还能反应过来 没有完全冻嘎 明白了吗 下个周宝 自指花咋回事 你如果说单纯这样拿的话 你自指花 如果是内堂 我给你拿一个花过来比划比划 我手上现在没有自指花 我随便给你拿个相似的树形给你比划比划 如果是这个下边 这个地方叫内堂 如果说这里边黄 那个没事 你看它这个茶花也好 自指花也罢 它里边的内堂这些叶子都是没用 它早晚都得掉 一般来说 你那个叶子叶脉发黄 它不是水大就是肥大 一般就是这下面的黄就没事 明白了吗 它下面黄干净了 掉没了 它就不黄了 这个内堂里边的留着也没用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 下个周宝 说茉莉的叶片干了 这样子一个月了 水大缺光通风涨 茉莉花耐修剪 它有藤性 什么叫藤性呢 就像这样一样 它会偶尔收拾一下 长出一个条来 明白了吗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茉莉花的有藤性 似乎是大多都不让它爬藤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 有话说现在怎么办 既然留两三对叶片 其他的全部剪掉就行了 给足光照 摸一摸盆土 干了再浇 抠进去 感觉干了 就是有点微潮的时候 你浇就行 明白了吗 你一弄还湿乎乎的 你又浇水 不好 来一点点的肥料 下个周宝 保莲灯 这是这样的怎么办 上面有事吗 下面这个像是虫子咬的 或者是猫抓的 狗咬的之类的 上面有事吗 上面没事 你就不用管它 你有这种情况 谁也办不了 有伤口愈合剂 你可以抹上点 明白了吗 就是你看很多的这种古树 稍微年龄大点的树 它树皮基本上烂了一半 它没事 有一半弄得弄得上 明白了吗 这个没事 就像我大舅子一样 前两年买手机 前两年挖了个腰子 现在活得也好活得没事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绝对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容易 白了是我 嗨 嘿嘿